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科学认知的这个方法 科学本身的方法是被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方式 而创造出来的这种方式是透过工具 用电脑 用所有的东西 电力 这都是你身外之物的工具去探索这件事情 柯云录 习近平的朋友 新兴写的是习近平 习近平当时在河北的县里面当县委书记的时候 那柯云录呢 中间一段时间呢 就是对气功很迷恋 写了几本书 其中他在大气功师的这本书当中说这么一句话 在他看 不是原话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在他看来 科技的手段就是延长了人们的手臂去探知未来 但是却萎缩了人们的大脑 波音777是世界上现在 截止到现在是波音公司最值得骄傲的一架飞机 没了 中国宣布调动了十几个卫星 找 瞎子 找不着 现代工业的代表 波音777 高科技的代表 GPS 俩人谁也碰不着面 这就是对科学依赖者的今天每一个人的心态的一种嘲讽 这你没办法 不得不这么讲 而更有趣的就是 昨天CN报了一个快讯 他直接提到 在之前 马航所通报的凌晨一点半 飞机最后一次信号 然后就失去联系了 结果CN说 这架航班在一点半失去联系之后 又在天上飞了一个多小时 往反方向飞 飞过了这个马来半岛 进入了马六甲海峡 然后在霹雳岛的这个地方消失了 那个时间是两点四十 可是这两点四十这个时间 曾经被马航使用过 然后马这个马来西亚政府又把它改成一点半 中间就乱了套 网上有篇报道这么说的 马航首次披露失联航班最后通话的内容 马航代表讲 失联发生在马航 将管制交给了胡志明市的管辖区 而最后的一次通话的时间 塔台说 已把你们交给了胡志明市管辖区 那三七零航班回答说 好的 收到 但是紧接着说 数分钟之后 那航班就消失了 那这个时间 跟CNN披露出来的当时的消息的时间 是凌晨一点半 所以CNN那个报道呢 非常详细 他说在一点半 当把飞机交给了胡志明市管辖区之后 那飞机硬打装置 全都被关闭 然后飞机骤然掉头向西而去 本来应该是向东北方的 结果牛脸向西而去 向反的方向 直接插过了马来半岛 然后进入了马来加海峡 所以马来西亚的军方空军 对这架飞机是有监控过的 有监控到的 但是呢 作为这个 作为这个马来西亚空军的司令呢 对这件事情的解释却出尔反尔 所以现在就变成了谜团了 就是马来西亚军方 马来西亚政府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他们在处理同一件事情的时候 说法前后不一 到底在隐藏着什么 到底有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这么说 并没有给予解释 法广报道的提到了这个 马来西亚空军司令的说法 那这篇报道是这么讲的 马来西亚空军司令说 马航失联客机起飞一小时后 或改航道 这是马来西亚空军司令 星切尔提出的说法 他说 客机起飞一小时后 改变航道 失联的客机 在八日凌晨中途转向西而飞 在民航管制屏幕上消失一个多小时之后 那军方雷达显示 他最后消失在马六甲海峡的北端 非常奇怪 他本来向东北方向飞 然后那个图片显示的 他一掉头就反方向回来 回到了马来西亚的国土境内 然后穿过马来半岛 进入到马六甲海峡中间的 这个有一个小岛叫做霹雳岛 那CN在报道当中 包括霹雳岛的照片什么都有 所以这里面就出了个问题 这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十分钟的飞行 切断了所有跟地面的联系 而且飞机从三万五千英尺的高度 骤然下降 几乎贴着水面在飞 为什么 什么原因 所以呢 这里呢 这样的消息拿出来 我看当时CN的报道 讲CN的这个美国的航空管理局的和包括美国的FBI等相应的人呢 都认为这个举动是非常危险的 他感觉的情况心里不是很舒服 那也就是说飞机被劫持 飞机故意要躲开雷达 故意要关掉所有的通信装置 那飞机被劫持啊 飞机或者遇到其他的问题 甚至有人怀疑包括这个飞行员本身是不是就是恐怖分子 这都有这都有这么说法了 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有报道讲 在马六甲海峡发现了一些漂浮物 但有待证实 那就这里出了最斗嗝的事 飞机明明是在掉头回来了 而马来西亚军方又知道了这件事情 那干嘛在前几天刚刚出事的时候 越南海军中国海军马来西亚海军菲律宾海军 美国第七舰队围着那地方找 大方向都找错了乱找一气 可是天上大家知道 马六甲海峡是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烟喉之道 那天空上的军事卫星多多了 肯定看着它 美国人他就一定会看着它 而这条航线就是 三七零奔北京的这条航线本身 空中航线本身 又是一个很繁忙的一条航线 那么大飞机没了 掉头转向 转个别地儿飞去了 这些卫星都是瞎子 也赶上雾霾了是怎么着 所以这些都是解释不清楚的 对吧 要不然你今天吹嘘的科技就是个胖 要不然就有另外的原因 就像有朋友在这个Facebook上说的 我非常严肃的声明 你们不要认为UFO不存在 它们就在你身边 你怎么就不能换个角度想呢 没人往那儿想 因为没人敢想 因为想了之后后果不堪设想 那就在这个马来西亚空军司令的这一番说法产生了效果之后 那其实CNN在报道当中 BBC在报道当中呢 引用的 BBC引用的是路透社的 而CNN引用的是自己的消息来源 都说是马来西亚军方的一个高级将领 但是呢 军方本身没有授权让他这么说 可是到了法广这儿呢 就点出了实际是空军司令员说的 那可是呢 他说完没多久 美国之音又报道说 马来西亚军方否认在既定航线外追踪失联马航班级 所以这就是马来西亚政府 马来西亚军方自己内部有问题 文章讲 马来西亚军方后来又收回上述说法 从而引发了这架班机所在位置的更多疑问 马来西亚空军司令叫做达乌德 星期三发表声明讲 他不能排除这架班机远远偏离航线的可能性 但媒体有关马来西亚军方 曾经在马六甲海峡上空 发现这架班机的说法 显然是不准确的报道 那世界新闻网有篇评论直接这么说了 先进科技束手无策 马航去向成谜 失踪的马航是波音最大的双隐形科技 在如今卫星定位科技先进的时代 却因为人的局限 无法借助这些科技解决谜团 航空塔台通常采用雷达追踪飞机的飞行 但雷达追踪的范围是有限的 说了这样一连串的讲法 文章还提到说 至于可否透过飞机乘客手机追踪飞机的位置 那飞机上既无法通话 自然无法追踪手机所在的位置 那今天的科技呢 要让客机设立特别的基地台 将信号送给商业卫星 然后卫星才 然后手机才能通话 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仰仗了这个手机 对吧 一旦手机没了信号 他都不知道怎么生活 你看所有人的动作都是这个 你上哪去看都是这个 有时候想想 我觉得真糟蹋自个人 整天就是这个 你给他掐的 哪天没电了 咔嚓就给掐了 这人都不知道怎么活着 但是呢 手脚不知道往哪放 看起来先进的科技 实际变相的把人的手脚完全捆住 如果今天的社会当中没有电 十天没电 你看人什么样 得死多少人 人能疯了 所以人 一个完好的生命 苍天给予你的生命 却把自己的生命拴在了自己认为的科技上 而这科技是自己创造 而这自己创造的科技就像一把绳索一样 完全把人的嗓子眼给卡住 所以这就是 我觉得就说还是那句话了 中国人的老话 相生相克的道理啊 当你去把任何一个事情绝对化 无神论就是绝对化 当把任何事情绝对化 你为了来会整死 被你自己所非常欣赏的百分之百认为 那是你生命所追寻的东西 整死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